Hello,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朋友他说了什么 他说 扭曲事实正义是部分极权国家及媒体要对抗正义的恶行 Distorting the fact of justice is part of the centralized state and the media to fight against the evil deed of justice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媒体现在做的这些东西 他当然是不会给你报道事实 而且从事实的方面去扭曲 这样就会让你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 然后反而去支持他们 Yeah,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整本圣经里面就是在说人怎么样扭曲事实 然后人怎么样扭曲正确的事情变成错误的事情 然后人怎样帮自己找理由说我这个样子做其实是对的 其实是被神政客 其实是正义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这个东西 包括就是Kyle Rittenhouse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检察官就在那边讲说 Dumpster fire他点燃了那个垃圾桶又怎么样 他推倒路灯又怎么样 他有杀人吗? 他有杀人吗?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的这个逻辑是怎样的 他就是靠感觉 对 然后再加上啊 我们现在包括950块钱不用进监狱的这个东西 不是叫了你是mistimeter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扭曲事实的一个东西 对 偷窃只要不超过某个金额的话 然后就不算偷窃 对 这个是从有时以来到现在都没有一次是合理的这种 偷窃圣经上面那时候说不可偷窃 你偷了就是偷了 你偷一块月饼你也是偷了 对 没有说不能偷什么东西 然后没有说种族怎样怎样 没有说人种怎样怎样 没有说就是 如果你是黑人的话你就可以偷窃 如果你是穷人的话你就可以偷窃 如果你是什么 圣经上面没有这样讲的东西 也就是说圣经在讲的东西就是不可以偷窃 就是什么都不可以偷窃 你偷啥都不行 对 然后呢 偷多少钱都不行 就是不可以偷窃 这个就是正义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开始扭曲这一切 想说他很穷 对不对 他很穷 他偷了你这么一点东西 会怎样吗 对不对 你都有钱到开店了 对啊 人家拿你一点东西怎么样吗 还有什么劫富济贫的这种东西 从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宣扬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里面 劫富济贫怎么怎么地了 那水湖乱 什么什么一直都在宣扬这种东西 对啊 那就让人就感觉说 原来劫富济贫是对的 当时他们就是用劫富济贫的这个东西 在打地主的时候那不就劫富济贫吗 对 你凭啥地主都没有钱呢 你没看到那些人都穷成什么样子了 你的钱就应该分给他们了 就跟你说一样 劫富济贫 这个就是一个打劫 然后就是一件坏事 你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一直硬要帮他找理由来合理化 我相信啊 有小孩的人就知道 小孩永远都会在找理由 哦是吗 对 我也是这样子 人只要觉得自己是错误的时候 都一定会试图合理化自己犯错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去问神 说我有没有哪里不合理 不然的话 你永远都觉得自己合理 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 就说哦 虽然我做的事情不对了 但是 其实也是OK的啊 对 然后我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 然后你如果一下不让我做这个 是不是对我伤害造成很大 我可以慢慢改 但是我怎么怎么样 一定会找一大堆理由去说这个东西啊 MSNBC那个Joy Ring 就讲说 那又怎么样呢 你开店呢 对不对 你不是有保险吗 他们来偷你的话又是怎样 大家都没有想到过 你开店他们来砸了你东西 你砸了之后 你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开店 对啊 然后呢 玻璃是不是你要重新弄 你员工是不是走了 然后呢 你是不是要cut down cost 然后呢 你这些东西你要重新付费 这不是关于钱的一个东西 这是关于是你伤害到了那个人 然后呢 你却觉得说这样是合理的 这个其实就是 整个历史上以来 所有政府对于人民的 还有其实人对其他人的这个压迫 都是这个样子来的 就是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 是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说 这个世道说实话真难 相信媒体真难 想对政府信任真难 想让这些魂囚不被魔鬼附体真难 想让自己不生气真难 千万别生气 千万不要生气 自从人类历史一开始的时候 这种的事情就倒数都是已经好几千年了 神天天都看 神看这个世界丑恶的东西比我们看的多多了 神知道的更了解的更深啊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生气 因为在这种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实话说出来 对 然后让很多人不要被这些扭曲的东西给骗到 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个是我们能做的东西 你说世道说实话真难 其实不难 因为尽管他们会封锁实话 但是只要你要做到你该做的东西 只要你一直的去讲 这个就是我们能做到的东西 不管它封锁多大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渠道一个方式去发声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像我们做这样一个节目 也是要把这样的东西传达给大家 相信媒体真难 不要相信媒体了 任何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自己都要去验证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东西 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 不要相信除了神以外的任何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东西是可以需要是有一些借鉴的 就比如说这个人他讲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但是千万不要百分之百的相信 因为你只能百分之百的相信神 就很包括我们的新闻 大家看了之后 我都建议大家去查证 然后去做这些research 不要说把我们的话诊当作是 好像一定是什么事实这样 我们会尽量的把事实弄给大家 但是不是说你只要听AI news 就可以那个 就跟你读圣经一样 你不是只听牧师在上面讲道 就不用读圣经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好像说我们喜欢川普 我们支持川普 但是并不是川普说什么 都像神说的一样 不是这样 然后也不能说 AI news说什么 就是百分之百完全正确 没有 只有神是百分之百完全正确 而且是完全信实可信的 他不会变 只有神一个才永远都不会变 所以说想让这些魂球 不被魔鬼附体真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的问题 因为你很难说 这些人哪怕他都不信神 他不是基督 哪怕在基督群体里 还是会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而且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说 跟魔鬼有关 不一定是跟撒旦有关 很多时候是跟你自己的这个魂 跟肉体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整个里面呢 他前面说是到真的 那全部里面你唯一能控制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生不生气 别的都控制不了 对,也就是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样看自己的心情 有时候我抱歉我也能起 是啊? 对 然后就是我看到很多东西 然后就觉得说你到底是在搞什么 特别是我看到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不思在吹捧左派这个东西 然后某个... 你看到东西的确会很生气 但是这个是你唯一能控制的东西 所以说不生气真难 但是上面真的都很难 但是只有这个是你可以不用这么难 对,所以就是不需要生气 很多这个也有朋友看完我们那个新闻 因为我们很少会特别报那种积极正面的新闻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报新闻 不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嘛 不是为了让你们看完爽嘛 对吧 就报新闻是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个利用这个平台的机会 跟大家来讲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感动的呢 可以自行去祷告这样的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朋友看完新闻就很忧心的 就说哎呀 说我们国家表面看起来繁荣昌盛了 怎么其实有这么多的问题呢 正在发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看完了之后 我们的视频又有证据 又有那个什么什么的 看完之后就说哎呀 这些事情真的发生 他就怎么样,他变得很忧心 他难过 他去祷告 他说主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原来是在圣经的基础之上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看完之后就很难过 心中这个抑郁就没有办法排解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 用一个喜乐的心去祷告 看到问题了 去跟神讲 然后去祷告 祷告完了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交托 就是祷告完了就交托 你说发生这件事 神知不知道 神知道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跟神来一起讨论 我们可以跟他来祷告 祷告完了就交托 因为一整本圣经里面 到处启示录都讲了结局怎么样 就是我们得胜 现在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虽然好像看起来很难过 但是一定要交托 让自己开心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交托你也要自己去做一些 你该做的事情 是 我相信说真的 你去做了之后 你会得 你会更喜乐 一定会很喜乐 对 就像做这个新闻之前 然后我看那个东西 我就这样 这样 开始做AI那个词之后 我就觉得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开心 尽管我们会面对的一堆 你开心 你开心很有可能 主要是跟我们在一起同工 是啊 对 对 好来下一个 这个朋友呢 他讲了一个话 我觉得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他说 建议Eason避免暴凶这个动作 因为他让人不舒服 行为语言的相关书籍都有提到 他表达的就是防卫不信任等等 何况还是合伙人在旁边讲话的时候 观众不舒服 合伙人应该也一样不舒服 这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也 我之前也有提过说过 说这个暴凶这种 就是比如说是紧张啊 或者是自我防卫啊 或者是不信任啊 等等等等这样 你不信任我 不是 其实就只是 我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啊 觉得手有点多余 有的时候 对 就是特别在你的暴新闻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放一个桌子 就是因为你手可以放在那个地方 不然有的时候你在这个暴凶的时候 你看我之前报新闻的时候 我手一直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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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动 对不对 但是你有一个地方一个anchor之后 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啦 我知道了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 这是不是我扭曲正义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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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有时候手好像坐着这么垂着也不对 对 反正叉腰也不对 那两个胳膊应该放在哪呢 所以就是就放在这 对 对 对 就让不要动 就让手不要动啊 对 这个解释呢 我可以接受了 是比较合理 所以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觉得不知道手往哪放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要是有 如果大家要是有注意的话 就会知道一天一天 报新闻 手啊 都给你玩出花来了 全部都是一直在这边这儿 然后还会这样还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剪片的时候就说手你到底在干嘛 你的手 你能不能让他老实的放一会儿 对了 但是这个我是能明白了 要不要给你买个架子挂在脖子上 你手可以放架子上之类的 有可能就是一个最棒的圣诞节礼物 我去找一找 送给你 反正我尽量改啊 但是有时候这东西真的是不是很好修正的 对 就是一些习惯性的动作 或者你在感觉尴尬的时候 就是尴尬的当下 你应该做一些什么动作 好像就比较难 对 对 呀 那我如果让观众感觉不舒服的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那但是 下次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还好 所以说 然后呢 宪法规定 自由吗 宪法第一修正案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with my hand 所以说 今天 从今天开始 我就这样子录影了 好啊 让你舒服吗 我蛮舒服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那接下来呢 又是到了 让我们非常嫉妒人心的环节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太爱看这个小动画片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神奇传播 继续为我们大家提供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 陈福音的小动画片 好那拜拜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周董 和公司的首席科技顾问方博士 在公司的休闲中心 边喝咖啡边聊信仰 方博士啊 说真的 我不喜欢你们基督教的霸道 为什么只有你们的信仰才对 那周董您的意思呢 现在的不是价值是多元包容 彼此不排斥 不去论述谁对谁错 你们这样计较信仰的对错 我实在不能认同 所以您认为 信仰应该接受多元 这样才对是吗 而且认为我的看法是错的 您是无法接受的 总是这样 这样说来 您自己岂不正式 也有一套衡量信仰对错的标准 对吗 如果有人因此 说你所坚持的多元兼容看法 这也是另一种霸道 那又怎么办呢 哈哈 好家伙 我不小心中了你的套 哎 我说董事长啊 你我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 从一加一等于几 到量子是否有叠加现象 这类问题的答案 是有对有错的 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相对事物 或者个人的喜好上 就好像喜欢看哪类电影 爱吃哪个口味的管子等等 这类议题 我同意 这些应该是多元包容的 然而 乐吉对宇宙真理的厘清 不好将认真探究事实的态度 当成是霸道的 看来请到你这位科技顾问 还真的证明 我的眼光是绝对中确的 哎 这么说应该不算霸道吧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